陸區別 來到鳳山區大明路上 周二有許多攤販擺攤 但問題也不少 直擊有攤販拿出紙板鋪在地上 跨出斑馬線賣起鞋子來 民眾就騎摩托車騎上去買 往另一邊看超商轉角處 攤商把桌椅板凳擺在機車格上 幾乎快站滿整個車道 另一邊轉角處紅線上賣衣服的攤販 把路整個包圍起來 誇張景象在整條大明路還不少 每次都會有 就大樓那邊幾乎應該都會有警察 如果要有夜市的話 就是要有人規劃 如果沒有規劃的話 那不如就不要有夜市 因為它會產生交通或是一些 它是有危險性 對 危險性 危險性還是有的 他們也是要塗一口飯吃吧 附近店家表示 攤商都是跟當地住戶 乘住棋樓外的空間 也就是馬路 一天費用落在四百到六百元之間 不過這個只有在周二的大明夜市 根本是違法設置 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廠管理自治條例 落日條款生效 目前高雄市有五十八廠道路型攤販集中廠 針對鳳山區大明路夜市部分 經常飛屬合法設置攤集場 本局將會由警察局依全責採除 對大明路違規涉攤的部分 總共共計取締 違規涉攤有六件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 那處行為人或其雇主 新台幣一千兩百元以上 兩千四百元以下罰款 對該路段的違規涉攤部分 會持續的加強取締 違規涉攤警方說最高可以開罰兩千四百元 攤商及管理人也回應 會盡力申請合法涉攤 加強宣導維護用路人安全